大家好我是雪梁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Ramon Gaudier Logical One 水瓶芝麻駝飛輪腕表 那這一款是一個Unique Piece 那首先講一下Logical One這個系列 他在2013年一推出 就贏得了這個GPSG 日內瓦鐘錶大賞的Men's Complication 就是男性的複雜功能腕表的大賞 那這一款腕表事實上有很多的專利 那包含四項比較突出的專利 第一個呢 是它的水瓶芝麻鏈恆定動力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呢 這邊有一個造型非常特殊的一個裝置 這就是它的水瓶芝麻鏈恆定動力系統 那它搭配的是這個紅寶石的鏈結 如果你拉到非常近去看 你會發現說 每一個鏈結都非常非常的細緻 而在每一個鏈結的中央呢 都以紅寶石作為它的軸程 那讓它在能夠正常輸出動力的狀況下 能夠減少魔耗提高耐用度 那光是每一個鏈結要組裝去製作呢 就會耗費非常多的時間 那第二個呢 它的上鏈的方式也非常的特殊 我們在左邊可以看到一個造型很特別的按鍵 這就是按壓式的上鏈系統 你只要按壓一下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鏈結就開始運作 那上了幾次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擺輪就開始啟動了 它的上鏈效率非常好 據說只要按壓一次就可以上鏈40幾分鐘 全部上滿是46個小時 芝麻鏈它最大的特色在於 它可以達到恆定動力的效果 也就是說呢 不管它發條是鬆或者是緊呢 從頭到尾它的輸出的動能 它的扭力都是一致的 那達到這個方式呢 一般來講它是用芝麻鏈搭配寶塔輪 但是呢 寶塔輪因為它是一個立體結構 那Ramon Goodye它開發出來的這個水平芝麻鏈的恆定系統呢 它是把傳統的寶塔輪做成一個 你可以看到在10點鐘方向 這個波輪造型 就是蝸牛的瓜輪這個設計 它可以藉由力距的改變來調整它輸出的強度 那從頭到尾都可以維持一致的輸出的扭力 因此你不管是一開始的比較緊的動力 或者是到最後稍微鬆弛的動力呢 它的輸出的效果都是一致的 這是這個芝麻鏈恆定動力系統的一個特色 但是更大的特色在於說呢 它的工藝面的表現 包含它的非常細緻的這個芝麻鏈的鏈條 以及你可以看到它的兩個這個輪系上面的特殊的支架 都做得非常精細的打磨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兩邊這個斧頭狀的造型 以及中央這個圓柱形的這個拋光亮面的這個處理 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藝 那這也是Ramongodi為什麼一推出呢 就引起許多收藏家熱烈支持的一個原因 因為它在工藝上面呢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緻 非常非常的講究 那再加上你可以看到這兩個這個紅寶石的軸層 讓它在金屬跟寶石之間的這種效果 這種對比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另外它的表盤呢 在1點鐘到3點鐘方向這個偏心表盤 主要的十分針跟小秒針 那這一次這個版本呢 它是採用了大明火法郎的處理 那整個質感非常的深邃 質感非常的高雅 而它的心臟的位置就是它的擺輪呢 則坐在5點鐘到6點鐘的位置 單邊的表橋造型也是非常的獨特 在細節打磨處呢更是一大亮點 包括你可以看到這兩個類似圓柱體的造型 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緻 那讓它整個擺輪呢 好像懸浮在它的面盤之上 那包含群眾系統也都可以盡收眼底 這是它在正面的表現 那它背面的部分也是每一步伸收 其中一個特色在於說 它的這個所謂的發條盒的部分 它的正面跟背面都是用藍寶石 作為它的外蓋 因此呢可以在保有強度的狀況下呢 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一個透視度 可以欣賞到它不只是發條本身的工藝表現 包含它的支架的打磨也是非常的精緻 那另外呢它動力儲存呢 在右邊你可以看到 不只是顯示它目前的動力儲存的狀況之外呢 它也可以看到很細緻的動力傳輸的機制 而回到最前面剛才一開始所講的 Rombone Goody這個品牌呢 它的工藝面的處理呢 真的是業界的一絕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甲板 每一個轉折都非常非常的俐落 那包含它的拋光或是霧面的處理 都做得非常的精緻 那這一次呢 這個版本它是一個unique piece 全球只有這麼一件 它最大的特色在於說呢 它採用了非常少見的青銅香鑽的錶殼 那我們看一下它錶殼的處理 它跟一般所謂的青銅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特色 在於說呢 一般青銅它會隨著你使用的狀況 它會所謂的舊化 那因此會產生類似那種銅綠 看起來比較 有些人並不見得很喜歡 就是會看起來髒髒 但是Rombone Goody這個品牌 還是強調一個整體的細緻跟質感 所以它的錶殼的部分呢 它依然是青銅 可是它採用了一種獨特的配方 所以呢 雖然說你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的錶面呢 它會產生一點點霧面的觸感 可是呢 整體的光澤感整潔度呢 還是可以維持 就不會變得髒髒舊舊的 雖然說會有點霧面的舊化 但是整體的光澤感還是會維持住 而這一次呢 在技術性上面 還有一個突破性的表現 就是呢 它在青銅的錶殼之上呢 做了鑲嵌T鑽的處理 那這種表現也是在業界呢 這算是非常非常少見 因為最近這幾年 青銅的錶已經慢慢的比較多了 可是在青銅上 鑲鑽的部分呢 倒是很少見 那這一款呢 也算是一個首例 那它的錶殼呢 總共鑲嵌了38顆的T型切割鑽石 總重呢達到3.854克拉 讓它在保有這個青銅獨特的質感之外呢 又增加了更奢華的光澤的表現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Ramon Gaudier Logical One水平芝麻鏈萬表 青銅香鑽版 建議售價台幣598萬 另外同時推出的還有更奢華的白金香鑽版 定價在台幣1080萬 它的面盤採用白色大明火髮廊彩 錶殼香鑽的92顆T鑽 共計7.27克拉 不只是錶圈 包含它的錶耳以及錶耳內凹處 也都做得非常精彩的香鑽工藝 它的鑽石來自於香奈爾的珠寶工坊 Ramon Gaudier為香奈爾做複雜基辛 香奈爾則為Ramon Gaudier提供珠寶 算是業界少見的互惠合作 香奈爾加持過的鑽石 或許也可以算是這款錶的另一個賣點吧